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wa s-salam wa Rasulillah, teqadda ma'ana fi dursal ma'adhi, shar har kanal islam 凭博辞、横辞的安拉之名 感赞条往众世纪的安拉 愿拉斯福安以最尊贵的先知和使者 我们的先知莫尔莫特 提西家眷于追随者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关于什么是Islam 这节课我们讲 要解释什么是Iman 你是一个信使吗 你必定会说我是一个信使 但什么是Iman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Iman 我们在解释关于什么是Iman Iman信条的时候 必须要了解五个方面 至于Iman的要素 有六条 在解释Iman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去解释 我们的Iman必须要包含我们嘴上的表达 以及心中的归心 以及身体的力行 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的Iman会增加通过服从安拉会增加 我们的Iman会由于违抗安拉的行为会减少 这五个方面 就是我们学习Iman必须要知道的五个方面 用正确的表达 正确的表达 还有内心正确的归心 以及身体正确的力行 通过服从安拉来增加Iman 要知道违抗安拉的行为会减损Iman 我们作证说没有应受崇拜者 只除是安拉 在嘴上表达的时候 在内心要必须要正确的归心 而且要赋予我们的行为 从我们的行为上来体现 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一个人 他嘴上说的都是什么圣形 但是他心里并不相信 也就是他嘴上说的 和他心里所想的相反 这样的人能叫做一个穆斯林吗 不能叫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 有正确的信仰 有正确的以骂你的人 他必须要口舌招人 内心诚信 我们怎么来叫这样的人呢 他嘴上说归心 但心里并不归心 他们的表面所体现的状态 和他内心所想的不一致 我们请求阿拉保护我们 以免遭受这种行为 这种人他就叫做违信士 他将要在火域的最底层 遭受刑罚 第二个问题 我们发现一个人 他内心归信 他虽然内心归信 也没有任何疾病 影响他去表达 但是他不去正确的表达 他在内心当中 完全归信使者 归信使者的 这个这个所传达的 但是他在嘴上 不做正确的表达 他在没有任何疾病 没有任何这个 这个除非是哑巴 没有任何这个阻碍的情况下 他不去去 不去表达孙难 我们怎么称 做这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信士吗 他是一个伪信士吗 或者他是一个 这个信仰不弱的人吗 这样的人 我们不能用刚才那几个词 来形容他了 这样的人 他是 这个 不归信的首领 比如 恶魔的首领 就是这样的人 法老 大家知道 法老 不归信的法老 就是这样的人 阿布杰 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虽然 内心 是 这个 认知安拉的 但是 他们嘴上 不招人 所以我们 对于 理解 以漫 必须要从这五个方面 要理解 口舌招人 内心 诚信 身体 例行 比如我们对安拉的 害怕 就是 其中的一项 比如我们 从路中间 清除 一个路障 都是 以漫你的体现 我们的 以漫你的会增强 比如 通过 我们的拜公 就会增强 我们的 以漫你的会减弱 比如 一个人 说了谎 他们的 他的以漫 就会减弱 这就是 对 以漫你的解释 这个阿鲁顺 也就是 迅尼派 对 以漫你的解释 我们还要继续学的 关于 以漫你的六个要素 在下一节课 按捺之志